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景福宫的镇建 秦镇建 你们想看秦镇建就是几层建筑物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秦镇建是二层 可是不是想看到二层 这秦镇建就是一层的建筑物 秦镇建也就是景福宫的镇建 在这里国王在大臣们一起做事 宴会的地方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三叉路吧 这三叉路的名字叫三道 三道就是 玉道和我们就差别到玉带和成道 这我们 我在踏到的这道路是玉道 这里是文官走的地方 这里是湖关走的地方 我现在踏到的这路就是国王 国王在走的地方 那我现在踏到的这石头叫玉石 你们知道 博石是什么用途呢 博石是 如果来到大臣们的话 就会看到下面以后走呢 如果国王来看 就会礼貌性吧 我们可以看到 这石头的名字叫踏到 踏到就是国王进入的 暴露 可是没有楼梯呢 朝鲜局代的国王 在中间里走路 可是没有楼梯 没有楼梯的话 国王怎么样进过这里呢 就就是提轿子以后 走路到秦政界 这踏到就象征着踩过去的路 在踏到里 刻着两只蜂蜂 一只象征着国王 另一只象征着王妃 这蜂蜂就是象征着朝鲜时代的想象动物 以后这踏到 象征着国王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空间 叫甘亲宫 甘亲宫 是朝鲜第26王的高中 和高中的福音 明晨王后 生活的空间 这里就是甘亲宫里面的长安堂 长安堂就是高中在睡觉 或是日常生活的空间 这长安堂可以看到 日日五风图 日日五风图 象征着很多 那 我来介绍一下 这日日五风图吧 这红色的点 象征着国王 那红色的点 旁边有白色的点吧 这白色的点 象征着王妃 这两个点 下面有五个山 这五个山象征着国家 这松树就是象征着大臣们 为什么松树就是大臣呢 因为松树是四季节 没有改变的关系 那 这下面有水吧 这水呢 谁 象征着百姓们 那这样若有风品 就是在国王后面 拥有国王后面 所以若有风品 象征着国王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